这一区可能早期游客比较多 韩国、台湾、大陆游客 现在疫情爆发之后很多进步 所以游客几乎完全都是零 只能靠本地客在撑 其实我们整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生液跌了一半左右 整个旅客差不多没有了 只是有本土人在 影响很大 因为之前我们都自己出国挑去摸去找 可是现在就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商品都带不进来 运费等等都会变成很大的支出 成本会多很多 消费券的话其实帮助蛮大的 在还没有消费券之前 其实真的是跟有消费券之后差很多 大家都会拿消费卡直接来买 就是影响帮助蛮多的 如果再持续下去 其实我想很多店铺都可能会捱不住 因为其实现在捱得住 原因就是政府派了一部分钱出来 令到市民上不会有那么大压力 因为它的消费意欲还有 如果拖了三个月或者半年 其实那笔钱差不多已经很远了 如果政府再没有第二波的支援 其实可能连本土消费都会开始向下 但是希望越快开关越好 跟旅客等等来的话 真的会帮助很大 所以我想大概开关之后 其实最好再游客回来 可以令到我们的收支更加好 还有我们的相关人员可以回来了 那就是最好的 嗯 欢迎订阅 我们的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 一定要 感谢观看